葡萄牙魂 准时七点线上相见 雪龙测气志工透过云端跟台湾 近似金社同步参与玉佛大典 今年因为疫情 玉佛只能在家进行 志工体会在异常中 把握如常的可贵 因为这个疫情 大家都在信上一佛 让我深深的感触 感受得到 今生佛法已得 人生也难得 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 这也是我参加十几以来 第一次是这样的方式 来庆祝这个佛丹日 就是三节合一这个大节日 那我觉得呢 形式虽然是不一样了 不过我相信 每个人的心面都是一样的 都是能够凝聚大家的善念 上达诸佛听 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一个 遇佛的一个大行事 而是我们一家人能够 虔诚一起为这个疫情 还有为我们自己的心灵洗涤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是母亲节 也是报亲恩的书生日子 很开心哦原来今天也是来 母亲节也是一个 我们报恩啊感恩母亲的日子 所以我就很开心哦 可以做到这样有 朋友一夜我来就很开心 小娃帮阿公阿嬷育 还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母亲节礼物 送给阿嬷 我不要吃蛋了 因为它会变小鸡 然后它会生小鸡的时候 它会找不到它的爸爸妈妈 小孙女12月份之前回来 就是没有卢素 不过回来了之后 在大爱幼儿园上课 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渐渐的就是告诉我们 他要卢素 慈祭三结合一 祈愿人人透过摘戒不杀 报佛恩 亲恩 众生恩 麦大爱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